你跟你的口口缘分是不是更薄 央行宣布升息半码 让房贷利率占上百分之一点七 冲上六年来新高 扛一千万房贷的人 每个月贷款利息又多缴五百八十五元 历经的今年两次升息 以三十年期贷款一千万元 本息摊还来算 每个月房贷增加超过一千八百块钱 等于你每天要少喝一杯手摇影 假如央行深深不息 今年升息三马 扛贷款一千万的人 相当于一整年少赚了一个月的薪水 你能少吃一点管得住嘴 能不能管得住钞票飞奔的四条腿 可是对于首购族来讲 当然首购族因为刚出社会没多久 他的存款跟收入都相对的有限 所以当然就要资助比较 他的冲击力是比较大 因为他的口袋比较浅 换屋主他当然影响就比较大 可是换屋主的影响还不在于利息 而是在于现代令 因为现在如果是买第三间房子 以上的换屋主 你的贷款成数最多只能贷四成 等于你要有六成的支配款 其实这种支配款的负担 远比利息支出还要来得大 房价要短时间内要下跌 反转成空头的几率不是很大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营造原物料的成本真的很高 那成本升高之下售价就不会很难降低 你不要说台湾看不出来 美国也看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原物料缺口就是在那里 除非你解除禁忌制裁 台湾加入制裁阵营 你就没办法在国际上拿到便宜的原物料 你没办法像中国跟印度 拿到便宜的油跟天然气 专家认为要救民不了身 所以央行放手利率让他升 但升了半马是不是真能救得了通膨 恐怕是一马归一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